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好 崔哥 首先我自己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 就是您为什么想到会给自己叫崔哥 而不是叫崔叔或者是崔爷呢 第一次在美国上场是在美国酒吧 美国人给我报幕 他说现在咱们欢迎 Let's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他就问我 What's your name?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姓崔 他就上来就是brother崔 他就这么说 后来我一听那brother崔不就是崔哥吗 北美是后来家的 是 就是这么就叫 在微博上红起来以后您给推荐 这个微博还没有 那会儿就在美国的YouTube OK 崔哥您要不要跟这个您的广大粉丝报备一下 您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哎呀 我特别荣幸能到凤凰卫市来 特别是能到美国洛杉矶来 因为最近一直在国内混 北京上海 所以一年有十个月都在那儿 能够跟大家见一面特别不容易 珍惜这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曾经捧过我 支持过我的人 还活着 还在这个 这个努力着 是 谢谢您的这个粉丝 一直以来对您的支持 崔哥 我知道那个 在您那个时代 就是留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很大的热潮 那您当初是不是也有一个美国梦 所以选择来出国留学呢 我那会儿1988年 我北大毕业的 那会儿出来大学毕业 要不出国 就觉得有毛病似的 我算晚的 我们家人天天问 我说人都出国了 你怎么还不出国啊 是不是你有什么毛病啊 是不是犯错误了 我一看周围 我认识的人里边 就于敏洪还没出呢 其他人都走了 后来我也就实在忍不住 我也就出国了 他说出国干嘛 就不知道 能不能混成什么样 不知道 就觉得只要能出了国 就比在国内好 是 所以您等于是 也算是跟随了当时时代的一个潮流 当时我们就是 就是 就是糊里糊涂的就出了国了 是 根本就没想到国外要怎么混 混成什么样 国外有多艰苦 我不知道 是 您刚刚说您当年是这个北大毕业嘛 我知道您还在北而外学这个英文专业 后来到了加拿大是不是有学一个叫宗教学 那会儿为了出国 那你什么都得 这个就可以说不择手段啊 对 因为不择手段就是都不成功 再择手段就更不成功了 我能出国 我就想要是哪个专业给我钱 最先录取我 我就去 我一看加拿大迈克马斯特大学宗教专业 我说这肯定是冷门 我就报名了 一报名就给我录取了 还给我一大堆奖学金就出去了 所以后来您还去了西雅图读这个 西雅图大学读这个法律 是 那是后来了 对 后来我一想 我说我这个在美国没学位让人看不起啊 这整天干小生意 人家别人都是当白领 所以我这英文这么好 我说不行 让我读电脑我读不了 但是我法律我行 我英文好啊 我就上了西雅图大学法学院 对 但我知道您毕业之后做了很多这个很专业的同传的工作 那您为什么后来没有选择继续做一个跟自己专业比较相关的工作 而是选择走上脱口秀这条路 因为你知道我学了法律我才知道 其实我这性格不适合做律师 因为我太喜欢跟人交朋友了 交朋友以后人家把人家的这个法律的纠纷 烦心事告诉我 我就跟人喝酒 喝完酒就成哥们 成完哥们以后就收不来钱 把人打完官司以后不好意思管人张嘴要钱 说我跟你都这么熟了 我一小时收你200 我哪下得了口啊 所以久而久之呢 这个经理也说说你收不来钱 这钱你得补上 这是咱们律师所的这个损失啊 另外呢 我这人不喜欢给人家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跟人一块哭 我干不了这事 我天天干这事我得多难受啊 所以我就是 我这人愿意在舞台上 愿意给人家翻译 愿意给人家主持 这样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我高兴 干着干着呢 人家就说要不然你就在台上待着得了 等于是自然而然的就走上了这条路 歪打正着 干着一个我人生最喜欢干的事儿 但是也有可能是最没钱的事儿 可是我高兴 所以您小时候就是这样表达能力很强的人吗 还是说来了美国之后看到了这些文化上的对比 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北京人啊 我们北京人都能说比较贫 是 对吧 而且呢 作为我本人来说呢 我是属于那个喜欢出风头的 然后呢 也可以说人来风 见着人我就激动 有人多以后你不让我说话 你就跟杀了我似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性格 性格造就命运 是 那您这个脱口秀火了之后啊 有很多很多的人开始关注您 您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开始的时候没有 到后来的时候发现 确实是到哪儿去人家有人欢迎您 是啊 尤其到了国内啊 海南岛 新疆 还有人知道咱们 我第一次签书 寿书 签字仪式 在哪儿 在广西啊 我觉得这些小城市不会有人知道 结果上百的人排着队 拿着书让咱们签字 就觉得是不是我有病了 还是谁有病了 怎么这么多人一下就能认识咱们 这个是个过程 特别不习惯 特别不习惯自己被认出来 或者当个名人的感觉 我到今天我都觉得 咱们是一个普通人 今天您可以说是一个网红 我这我可以说 我说我这辈子 美国挣大钱我也没赶上 中国改革开放 所有好事一个我都没赶上 到这辈子我都五十来岁了 我干脆我回国 做一网红总该行吧 是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特自豪 那您觉得您跟其他那些网红的区别在哪呢 您最大的特色 我觉得跟人家比 人家是靠脸靠颜值 咱们是多少上过几天学 有点文化 咱们是北大出来的 咱们是美国也读过法律 咱们在美国待了三十年 咱们中文英文都不错 另外咱们有这么多年的阅历 所以我觉得我这网红呢 是首先带有内涵 丰富的内涵 内容 干货 能给您人生之招 给您导航 给您点用处 这是我的价值 是 那您主要说一些 就是在美国生活的一些趣事 给这边的华人听 然后大家都会产生共鸣 那您是知道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跟您类似同样类型的 也是讲美国的一些事的脱口秀的小型 要黄晰 网上大家难免会把你们俩做一个对比 您怎么看这种对比 首先我觉得人家长得比较销瘦 比较帅 一看就是文气 就是这个秀才 我就跟一个北京街头一个代价 或者登三轮的似的 我要不跟人说 人家不知道我 有这么高的学问 没人信 我这一口的精片子 到了北京 我同学问我 说你呀到底出过国吗 人都不信 另外呢 黄晰呢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他能拿英文 在美国的主流能讲 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光荣 反正我是没混到那个位置上 虽然我英文也不错 那么近几年呢 黄晰呢 一直在国内发展 还在央视有一档节目 叫这是真的吗 咱们也没上了 央视 我估计央视一看 咱那长相 可能就不让上 此下里呢 我们在外面 有时经常碰上 都是特别的这个热情大招呼 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 但是我是默默地关注他 而且以他为咱们的一榜样 挺不容易的 是我知道他回国以后 不是很容易 当然我觉得通过我在网上 看的这些评论 我觉得他回国以后 感觉好像没有在这边的发展 那么的如意 我知道您现在主要的时间 也在国内 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回归 我觉得我跟他正好相反 我是属于北京那个地沟油 和这个雾霾 那个大酱缸里边出来的 我一回去我如鱼得水 我一闻着空气里边 有抽烟的味道 这个马路上面有人扔着 我看着我就亲 我一闻着这个 我闻着地沟油 我能闻出香情来 所以我回国呢 我是真是找到了 我一生当中 我最想干的事 我最想去的地 我可能压根就不应该出国 怎么讲 我觉得我太适合中国这文化了 然后呢 我又跟中国太接地气了 接着吧 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候受不了 毕竟在国外混了三十年 没有回国在那个 那个洋派 一张嘴中文全忘 我这一张嘴全是中文 全是北京话 对吧 然后北京所有的这个地摊上的 这些术语 最流行的段子 北京新发生的热点 我全清楚 所有网络语言 我一门铃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这么多年 不但没离开这个中国大陆 而且好像我的心一直就连着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 也像他一样 做一个这样英文的脱口秀 讲一讲中国的事 给美国的朋友听 我还真想过 后来我算了一笔账 我说美国才三亿人 中国是十三亿人 谁给我掌声多呀 我这一算这账 我就甭说了 我当时回国我过瘾啊 我回国最小地厂的都三五千人 是 对不对 我走到大街上 随便跟我打招 崔哥 我就立刻就万人空巷 我进北京的任何一家餐馆 只要一进 也一半人都起来 崔哥这儿坐这儿坐 这咱们什么感觉呀 对不对 是 当一个网红的力量不可想去 是啊 再说今天的这个世界 汹涌澎湃的潮流 发自于哪 发自于中国呀 汹涌澎湃的时尚 起源于哪 起源于这个十三亿人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是 找到了时代的源头 和人生的脉搏 我在这儿待着 我每天生活激荡 热血沸腾 好的 谢谢崔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听崔哥 跟我们分享 更多有趣的故事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凤凰卫视每周台 正在为您播出的 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做客 我们演播室的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著名的脱口秀明星 北美崔哥 崔哥我们上一节有聊到说 您之前就是跟美国的一些事 那我知道您刚才也说到 您大部分十个月的时间 现在都在国内 那您回去以后 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或者是看不惯的一些地方 看不惯的东西 我天天都有 比如说就是 我特别看不惯 太把明星当回事 这个现象 这明星 很多的时候收场 这出场位这么高啊 都是粉丝惯的 都是这个现象惯的 比如说这个韩国明星 日本明星到中国来 好这个保镖啊 手拉手 我在北京主持过环球春晚 那也是北京一线的春晚 南厕所都不让进 门口全是保镖 拉着手 我是什么情况 我一脚就踢个门了 我一看都是韩国组合 在那正方便的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 特别不好的现象 我特别我看不惯 另外我最近在国内采访了 老戏谷的原班人马 全班人马 那真是表演界的 那个简直是大咖级的 但是加起了出场费 四千万 可是一个小鲜肉的明星 上动不动八千万 上亿 我觉得这现象特生气 人家积攒了一辈子的精华 才拿这么一点钱 您就因为长得漂亮点 出场费八十万 就是没有下过八十万的东西 上我一个采访节目 我才作为主持人 我拿多少钱 他这来一趟 也就大概十分钟 四五十万 八十万 特别不公平 所以我这个我特看不惯 可能这也是实际下的 这样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他就是有这么大量的粉丝 只有在 我觉得这事只有在国内 才能够做得这么极端 因为国内人多 这个很多人多 然后钱也多 然后又盲目的这种追星 得改 慢慢改 慢慢改 那您的这些观点 会不会也被人拍砖呢 我不怕呀 我这人 你知道我在国内 我是一个最不怕人骂的人 因为我没有欲望 我第一不打算挣多少钱 我在美国够吃够花 我也可以退休了 我第二 我还真不打算出多的名 你说给我找一张特大的节目 我一看这节目 给我做俗了 我不上 每个星期都有人说 您去嘉宾吧 我说嘉宾都谁啊 我一听 某某某在那 某某某在那 我说有他在这 我怎么能 我这么大的文化 我怎么能跟他同台呢 不是给我做俗了吗 我只上我自己的节目 所以天津男人世界 我主持 上海东方 这马上要开的节目 崔哥来了 只有一个明星 就是我 其他人来 好 做我嘉宾 你让我去做别人嘉宾 对不起 不侧候 我真不想去 是 一旦有人 就是作为公众人物 发表一种观点 有人点赞 就肯定有人拍转 像之前 您一定知道 马里兰大学 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在毕业典礼上 发表这个演讲 她的观点呢 就受到了很大的证明 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马里兰这女孩 这个演讲完了以后 国内马上就采访我了 我就说这女孩呢 说实在的是个很优秀的孩子 她肯定是个上进 好强 而且呢 是个学习比较认真 要不然英文 不会讲那么好 第二呢 我觉得呢 她就是太想让她的观众 给她鼓掌了 她想观众是谁 是美国人 美国人天天看什么 看CNN 看美国的报纸 如果你在美国待长了 你看那是美国电视 看那是美国报纸 你得出来对中共的印象 就是那个 说中国洗脑 其实美国最洗脑 中国现在的资讯 这开放 是美国没法比的 你一到美国来 你打开电视 全是美国的声音 美国的视角 你在中国 你能看印度电影 你在这看得到吗 你在中国 我看过俄罗斯电影 以色列电影 印度电影 非洲电影 在咱们这有吗 没有啊 所以有一个美国人说的好 就一旦进入美国 你就进入了一个 最这个的 most suffocating 和这个closed 一个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特别锋利 当然了 互联网是公开的 你任何人都可以上互联网 可是美国的劳苦大众 working class 忙了一天了 谁上互联网找的呀 不都是打开电视吗 对不对 您这话 如果用英文说 美国人听到 美国人会不乐意 那我会直觉就跟他们说 我在中国 我找一个小学生 任何一个人 我说 Tell me 10 things about America 他就会 美国总统 美国NBA球星 美国Star 美国电影 美国大片 如数嘉宾 我在美国 我采访过 你知道吗 我在华尔 我在纽约时代广场 我找了一个美国的硕士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学什么 学international studies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What's the capital of China 他说什么 他第一个说 Oh I know I know I know 我提醒他 我说B大头的 我start with the B 他说Bangkok 闹笑话 然后后来我说 Sorry 他说Oh no no I know Singapore Singapore 然后他马上又给他自己否定 Oh Singapore That's the capital of Hong Kong 硕士毕业 学international studies 不知了中国首都在哪 显然也不知了香港 也不知了新加坡 多无知啊 在中国有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呢 生活单一 信息单一 只知道美国 认为事情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America 这个得改 要不然的话 你太单一了 知道吧 是 崔哥我们知道 这个上海呢 有海派亲口 北京有相声 您刚刚也说 您现在也是做了多元类型的节目 那您会不会给自己也做一个定义呢 我首先不是海派亲口 我第二位不是相声 我是美国的talk show 你知道J.Lano David Letterman 这些人呢 能够在一个电视台 一干干30年 干40年 他不是讲段子了 你看J.Lano 每一次世界上重大的事情发生 美国新总统上任 美国有什么新的嘉宾来 先去哪 先去这个Lay Night Special 今晚脱口秀 那是干嘛 那是跟美国人打招呼呢 中国这么大一个大国 除了新闻联播 还有第二个频道 让世界各国的嘉宾 在这个频道 跟中国老百姓说句话 有吗 没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中国脱口秀的概念 理解的不完全 认为脱口秀就是tell jokes 就是讲段子 多庸俗啊 我可不是讲段子了 中国不缺娱乐 缺的是像我这种 有国际视野 国际视角 国际语言 国际情怀的 而且走遍全世界的 这么一个身 有身后内涵的人 是 说起脱口秀呢 我想问比较早期一些的问题 就是您当初最早火的那个视频 叫劝你不要来美国 我想知道有没有人问过您说 哎呀您说了这么多 所谓中国的不好 然后又劝人不要来美国 您自己为什么还是选择 就是等于说是定居美国呢 这个问题是很浅薄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首先我在美国混了三十年了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你让我轻而易举说 我这是回中国 我中国住哪的 我没房 我三十年积累的跟朋友是在美国 我三个孩子出生在美国 我怎么可能轻易的就把这根全拔掉 人生也太草率了吧 对不对 我们不能redo everything 你只能跟着时代的潮流走 我那会儿出国是对的 但如果我知道那会儿 中国能发展成这样 谁没跟我说中国能成这样 咱们国家领导人也没跟我打招呼 说过两年中国可崛起了 没人跟咱说这个呀 是不是 谁通知我说深圳股票要涨 深圳房地产 北京房地产能涨成这样 我家里的房子特便宜就卖了 没人跟我说 所以呢 你人不能后知后觉 你也不能先知先觉 你只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 it's a question of luck 而且是fate 命运 你只能就跟着你的这条命走 老天爷把我扔在美国三十年 最灿烂的年华洒在这 那么我也只能就认命了 今天我回国做网红 我就挺知足的 但如果我跟后来人说 你真要去美国吗 美国能给你什么 美国能让你这一辈子活得比中国更灿烂 更精彩吗 今天来的中国人在美国 有几个人混得超过在中国混的了 除了空气好点 是不是 空气是甜的 对啊 所以我一般都是跟国内来的人说 我说你们不用跟我比 你们就跟你们的同学比 你在美国这十年 跟你同学在中国十年 你们谁混得好 回国际以后 谁的感觉好 吃饭的时候 谁舍得花钱 看周围的助理 你有几个 国内的你同学你有几个 对不对 所以你说我要不出国 我怎么也比余敏洪混得好点吧 是不是 我英文比他好 我长得比他帅 是 人现在余敏洪 人在国内人什么样 对不对 这不能那么说 所以 当然我在这 美国我也挺知足的 我觉得美国给了我很多 也是我应该感激一辈子的 这也是我的第二股乡 这个 一句话说不清楚 自己琢磨去吧 如果你一心就觉得 美国就是比中国哪都好 谁也说不服你 是的 你有一万个理由 但如果你公正的说 中国也不错 哪也不如故乡 既然到这来了 也得好好混 这都是人话 我只说人话 我不说庄的 是 那您在这个中国生活 老师多年 在美国也将近三十年吧 对不对 您如果现在回头看 这一路走来 会笑看自己的 这一路的过程吗 有什么得失 最大的感受 我跟你说 我失去就是 国内改革开放的好机会 一个没赶上 钱没挣着 房地产没挣着 我要是在国内 我习主任总该可以吧 我当公司的 这个第一把手应该可以吧 是吧 我可以在外交部里做参战 对吧 我同学就是 我觉得在任何一行 我都可以做得很高 而且在美国呢 每分钱都是辛苦 辛苦自己挣的 所以那就不叫大钱了 真正的大钱 都是不辛苦挣的 也都是不知道 怎么就来了就挣了 咱们挣的钱 都是知道怎么来的 还报税 但是这三十年 给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我在美国从一个小人物开始 从零开始 一分一分钱的挣 我在美国生过三个孩子 当然是跟别人合作 然后呢 我在美国呢 我买过房 我修过车 我打过官司 我告过人 我挨过告 被人抢过 我没抢过别人 美国的监狱里边 什么样我见过 我干过十多种不同的职业 如果说了解美国 谁更了解 我觉得我有资格 我觉得比美国人 更了解美国 同时在海外的三十年呢 我在距离以外 还反观中国 我觉得我更有发言权 就是中国在世界人眼里 是什么样 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地位 我更有发言权 而我的这个发言权 回到国内 就是最好的视角 最好的价值 是 可以说是人生版 为辛酸苦辣 知足常乐吧 没错 是 我也有过头发 我也没过头发 你没过头发吗 好 非常谢谢崔哥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非常感谢电视期前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